马里亚纳海沟是地表最深处 那么在如此深的海沟中 潜藏着哪些可怕的生物呢 所以本期大课看机文话题 比具体杀更可怕的马里亚纳海沟生物 黑角安康 如果一种鱼以魔鬼为名 那它一定非常惯意 从外形上看 黑角安康似乎就是直接从地狱游上来的 它们有着畸形的身体 牙齿尖利如刀 冰冷的眼睛似乎在进行死亡凝视 尽管看起来有够吓人 但黑角安康其实并不是很大 鲫鱼的体长一般为20厘米 雄鱼则小得多 可能只有2.5厘米长 它们的头部长有凸起 末端悬挂着一个发光的幼儿 用于吸引不幸的猎物 凭借一张可怕的大嘴 黑角安康实际上能吃下比它自身更大的生物 欧式剑吻鲨 一般的鲨鱼都有非常发达的肌肉 行动迅速敏捷 异常羞猛 但是剑吻鲨的肌肉却松软无力 它的身体的其他特征也表明它们行动缓慢 当然剑吻鲨也不是吃素的 它扫过海底 当探测到小鱼螃蟹或鱿鱼的时候 会将双核突然伸出咬猪猎物 它们俩只十分尖利 咬猎猎物后 可以直接整个吞咽下去 骤鲨鲨 骤褶鲨看起来就像由多种生物混淡而成的怪物 它们有蛮鱼一样的圆形身体 脑袋扁平就像某种陆地恐龙的头 和许多古老的鲨鱼一样 这一物种的起源也可以追溯到近八千万年前 它们通常能找到一点八米长 具有二十多排三叉脊形的牙齿 能咬碎任何经过它们身边的猎物 食骨如虫 食骨如虫这种动物看起来像科幻小说里的某种生物 可以吞噬地球上一些最大动物精类的坚硬骨头 食骨如虫没有胃口和肛门 它们会分泌酸性物质 利用共生细菌将骨头中的蛋白质和脂肪转化为营养物质作为食物 小飞象章鱼 这种章鱼长着很像大象耳朵的鳍 因此被形象地称为小飞象章鱼 它们的体长在二十厘米左右 显得十分卡通 这种章鱼的生命力十分顽强 它们是科学家所知生活环境最深的章鱼 在三千米到四千米之间活动 喜欢将猎物整个吞下去 因此它们在进食的时候 可能看起来就不那么可爱了 管眼鱼 在幽暗的深海光是一种稀有而珍贵的东西 而眼管鱼就进化出了一些利用光线的不寻常特征 这种鱼的头部是透明的 其内部有两个灵敏的筒形眼睛 便于观察到猎物的轮廓 深海斧鱼 这种鱼类长得就像人类所用的工具斧子 身体瘦得出奇 而且很多都有闪闪发光的鳞片 看起来各像是荧光闪闪的斧头 然而鲜弱的外表掩盖了它们顽强的生命力 它们通常生活在近1524米的深处 具有生物发光的能力 能巧妙伪装隐藏自己的身体 逃过捕虚者的攻击 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观看